出轨的女人你锁不住 女人出轨最喜欢干的两件事就是跟坏男人谈恋爱 拉好男人当备胎 我的家庭一般收入一半 在外地工作身高和长相都符合相亲要求 但我却带着儿子离婚五年了 很想找一个女人再婚 可以想起我的过去 我就彻底的失望 五年前离婚的时候 我总以为像我这种工作稳定的男人 再找个好女人过日子应该不难 可事实却恰恰相反 因为找一个合适的人结婚 真的就像大海劳政 家里也给我介绍过很多带孩子的二婚女人 可是他们都是对我没有感情的 全是以物质为基础 非常现实 我有时候也会想 现在我还有工作 如果哪天我没了工作 没了经济收入 又有几个女人愿意留下来陪我吃苦 当初我和前妻离婚的时候 她就是不想吃苦 想找个有钱男人 不然也不会背着我出轨 那时候我们刚结婚不久 因为工作原因分居两地 她在之前上大学的地方留了下来 那你有她的同学 有她大学四年的时光 而我自从跟她结婚后 离开上海 去了安徽工作 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还彼此保持联系 打打电话什么的 后来就相对的越来越少 直到有一天 我从安徽到上海来见她 发现了她手机里的秘密 因为我在她一读信息里 看到了一条她大学同学发来的表白短信 我往上翻都是比较暧昧的对话了 我越看越气 看到最后 我直接把她手机摔了 她突然听到声响 就从卧室走了出来 问我干什么呢 我把手机放沙发上充电 你怎么给我摔了 我直接指着她的鼻子问 你是不是背着我出轨了 我大老远地来找你 就是因为想你 可是你呢 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跟别人打情麻敲 是不是觉得我傻啊 她知道我看了她手机 并不再隐瞒 说出了出轨的事实 希望我能冷静一下 之后 我问她 这事你想怎么办 我是不是要跟你离婚 把离婚的原因告诉你爸妈 让他们重新认识你这个女儿 她一听 我要把她出轨的事 告诉她爸妈 就直接跪下来求我 让我原谅她 别告诉她爸妈 她爸知道后 我肯定会把她打死的 现在她说她错了 求我原谅她一次 后面跟我好好过 就当这次是对我们爱情的考验 我这个人最贱恶的女人哭 我看她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心就软了 看到她这样 我又想起了我们之前在一起的美好的时光 我们能走到今天结婚这一步 也实属不易 所以我选择了原谅 希望她能通过这件事 彻底对方断绝联系 可我还是被她骗了 因为女人要么不出轨 出轨了就没有第一次 这没过半年 她还是继续跟那个有钱的同学联系 我气不过 就说 你不怕我把你这件事告诉你父母 她却说 你去告啊 讲我才这点本事 一个月才四千多块钱 你能给我什么 我想买个包包 你都买不起 还敢说你爱我 你爱我 为什么不给我买喜欢的 听完她说这话 我瞬间看见了她的真面目 我说 以前你怎么都不是这样的人 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物质 她说 是个人都会变得 你给不了我想要的 就别装什么正人君子 是啊 你变了 变得我都不认识了 之后的日子里 我们天天吵 最后我也累了 就同意了离婚 离婚后 她把儿子扔给了我 自己离开了这个家 后来离婚后 她的那个有钱同学 又认识了 比她漂亮的 不要她了 而她跟我也有联系 多多少少都会聊到 她自己的事上 但更多的是聊儿子 因为这是她身上 掉的一块肉 有一次 她问我有空吗 想儿子 想看看她 我说你来吧 儿子我妈带着呢 你直接去我家就好了 见面后 抱着儿子又轻又哭的 然后就提出了 想和我附婚的意思 但我当场拒绝 因为她曾经骗过我 我是不会再相信她的 我说儿子 你可以经常过来看 但我们复婚 还是算了吧 可她还不死心 希望能打动我 说她这次是真的错了 离婚后才发现 我是个能过日子的好男人 不过我答应和她复婚 以后就算把她天天锁家里 她都愿意 只要我能再给她一次机会 你们觉得像这种 出过轨的女人 锁家里就不出鬼了吗